《耶稣》 很多基督徒都会引用这篇诗篇 若非耶和话建造房屋 建造的人就往然努力 我们去到耶路撒冷的时候 见到圣殿山今日所预纳的 并非圣殿 我们知道耶稣在地上的时候 祂说到很快一个石 都不会踏在另一个石上 今天我们只能见到一个遗跡 我们来到土耳其这边 我们见到很多教堂 本来很宏伟 单单是这个圣马利亚教堂 我们已经知道 当年是非常宏伟的教堂 我所建的这个位置 是当年一个浸池 但这间教堂现在变成废墟 为何圣殿会变成废墟 后来建的教堂都变成废墟 难道耶和话没有建这些房屋吗 很可能在历史里面 不断重复的是 人去寻求宗教 宗教很快就会被人去放大 变得大 甚至大过上主 很可能这些宏伟的建筑物 最后就将人的心 带离开上帝 而我们今天见到这些遗迹 就是上主盼望我们 不要再重蹈覆车 走回以前那条路 让我们的心 歸向我们的上主 不是再摆在一些事上面 而这些事 会将我们的初爱拿走